但最后也没有办法让你把球头尽死吧 这都你说了 跟我没有关系啊 欢迎大家收看新的一期极客鞋谈 今天是一期双人连线长测 主角就是手上这双维京丝一带 我们这个版本呢 并不是可以更换中级材料的版本 而选择了一体版 那我之前的想法其实是因为可更换的版本 老板做过 第二呢 这个一体式的版本价格更低 相对来说性价比也会更高一些 也会更适用于更多人群 所以我跟鱼哥就是一人买了一双自己喜欢的颜色 那我们先开始打分吧 缓震方面呢 我给了9分啊 就我自己的实际体验而言 他算是走起路来打起球来都比较无感的类型 有一个很直接的现象就是 我会愿意在出门健身的时候选择他去作为一双综合训练鞋 就是他能胜任这么一个角色 代表着他不会有过多的形变 在那场打球状态还算是不错 虽然我那天其实见完身去打球有一点点疲惫 但是上篮的时候居然拍了一下板装一下逼 可以的 然后还有一次很印象深刻的是我跟我朋友单挑 我们已经打到最后的几分了最后几球了 然后我还接连盖着他好几个 因为我知道他现在进步很大 如果我不盖的话他肯定会进 这双鞋子他给我的反馈是很直接 很迅速的 跑起来你去追防或者是你想去做起跳 去做补防的动作的时候 他都能够给你比较好的反馈 外场的时候我觉得表现倒是还行而已 就昨天我们自己溜回大学里面去打球 拉了个路人 路人其实是一个研究生老哥 然后有一球我印象很深刻 我去补防他 我全力起跳 还想像当年那样子来个干扰球 完全是摸不到了 但是就是全力起跳在外场落地的时候 稍微会有一点点震感 综合表现我觉得还算是OK 能去外场打的 他不至于说是一双纯内场鞋 我缓震也给到了9分 刚一上脚就会感觉他整个鞋子的这种缓冲特别 脚感特别好 他鞋垫的厚度其实也蛮厚的 然后包括他里面有一个黄色的一圈中底部 这个中底部材料摸起来 手指去按压 你会感觉到缓冲的行程特别高 所以他的脚感特别好的原因 其实是来自于他鞋垫和中底部 首先安德说的是他这次的材料非常之复杂 首先他有个外壳 从没有拆解的版本上面可以看到 他叫什么P Ultra Light 纯黑色的EV的外壳 然后里面前掌是内置了一块P Zoom材料 其实看起来就是这种白色的发泡材料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然后后跟的地方是一个白色的太极材料 跟前掌说实话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不过他是这么标的 你就是大家就知道这个设计好 所以他前后的弹球成绩 其实没有差的很多 大概都是在40%左右 前掌的离地高度大概15毫米 后跟离地高度大概在24毫米左右 前后大概是有9毫米的波差 穿装鞋做突破不是很多 反而是做那种投篮或者说侧灯布会比较多 因为他前掌这个弧度 说实话就是你往前顺着投篮的那个时候 那个脚不是会往前稍微往前倾一点 那个感觉特别好 他整个鞋子缓冲 就我的感觉是无论我是连续起跳 还是墙板 还是上篮冲刺什么的 几乎没有让我感觉到不是 但他有个问题是 就是整个外壳这个EVA 其实它是比较软 并且包括它的小TPU塑料片装饰性比较大 所以我在做一些侧灯布的时候 它整个鞋子的外壳会有一点点晃 这是我觉得这双鞋上面 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 同样也包括它整个材料 中底这块材料的支撑性不太好 所以它足弓这个地方也是平的 穿起来足弓会有一点点往下陷的感觉 刚刚你有说到你打法的时候 是偏投篮跟横侧布 但是其实我自己 因为我跟我朋友单挑100分 前半段其实我穿的是酷里二代的复刻版本 下半场我换上了这双鞋子之后 我自己明显感觉到我突破的频率增加了很多 很愿意去做一些脚步突破 毕竟魏晶斯让人期待的还是他的身体天赋 OK 下一项抓地 其实这双鞋子在那一场搭起来 我总感觉它会有点稀灰 你那是橡胶底还是水晶底 来到一体式了之后 它就完全变成纯橡胶底 我这个是很明显是水晶底 就是淡蓝色这种水晶底 然后在那场打多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在划水的时候 你能明显感觉到外底跟地面之间是有层灰了 但是当我质疑他的抓地的时候 我想去发力打的时候 又发现怎么又好像没问题的感觉 正常能够急停 正常能够做脚步 它都不会有打滑的现象 吸那么多会之后 我就去尝试一下学校的外场 整体打起来居然还算是可以 虽然没有内场表现这么出色 但是不会有很多脚步打滑的现象 所以如果就算是买了水晶底版本的话 你想去外场打一打也是可以应付的 我抓地给到9分 它其实没有什么给人特别大惊喜的地方 也不会让你失望 我觉得在我打的外场 我几乎全部打外场 灰特别多 抓地的全面性做的还挺好 包括它前章有一定的橡胶上翻 后跟也有一圈这种小的上翻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按照卫星斯那种打法来说 偶尔养生偶尔炸裂的人来说 外底的是完全够用 只是我觉得它整个外底的这种橡胶的纹路分布 有一些单一了 作为签名线来说做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做的更数据化一些 或者说更有指向性一点 好歹比你的哈登6好吧 哈登6按表现来说 它们俩都差不多了 其实他当然有设计好吗 当然有设计 然后做了一些跨压运球 一些小的脚步 他抓的都很牢 所以给9分 抗扭我觉得没什么好说 但是它作为一款签名鞋 应该也是匹克现在目前为一个 比较摆得上来的球星 就是球星一代 居然没有用碳板 或者是更加好的材料 虽然它表现是ok的 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作为一款签名鞋来说 第一款签名鞋来说 拿在手上 不会说特别有质感 我不管它是不是比碳板还好的材料 反正至少看起来 这种哑光材质不会说特别惊喜 我给抗扭8分 我觉得它抗扭片说它成效 不说它的成分 其实效果还可以了 按照它拆开来看 它的大小 以及它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抗扭片 扣2分 我觉得它可以 就是你说的 还可以做更好 足够位置做一些上翻了 第一代签名鞋我觉得它应该更用力一点 方式翻 方面我给了8分 其实我觉得作为低帮鞋来说 它是一个不错的水平 我自己在静态体验的时候 就是能感受到成创鞋比较平整 虽然它的落差实际上有9毫米 但是它可能因为形变量不算很大 哪怕你用后跟去特地去模拟一下 它也是不会有那种过分的左右摇晃的感觉 那在比赛中有一球很印象深刻的是我做了一个我自己标志性的搬转身 虽然也没投进 但是就是转身那一瞬间差一点点 真的就差一点点就扭过去了 这个鞋子在侧翻的边缘瞬间又给掰回来了 然后它的侧翻脚 虽然它的形状是有点奇怪 就没有那么那么贴近 整个人的脚型 它是有一个小尖尖的脚 但是相较于以前的 比如说闪现一代或者单三角 它会显得收敛很多 对吧 它没有衍生出太多的部分 然后它的整个脚也做的稍微有一点点弧度了 它能够比较自然的去做一个保护 所以在那一瞬间 我觉得这双鞋子居然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至少它能够在关键时刻给救回来 我防侧板也给8分 没有什么太大毛病 但是它也是地方同样的重心也不低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点是它后跟会有一定的外扩 就是外侧这个材料 用手捏 你就看到它有一定形变 所以它整体的形变量是大 然后后跟这块有一块小tpu做限制 除此之外它这个材料整体的轮廓也是往外扩 所以后跟的这种稳定性 虽然它会有一点点晃 就是在做侧灯的时候 但是它整体你要刻意的去这样扭它的时候 它其实支撑性还是在线 总体来说 我觉得是作为低帮鞋它表现不错 但肯定是有能做的更好 你也能看到它整个前掌是比较偏平面的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 可能是什么侧墙上翻去兜住你了 那继续把安全说完 我们来看一下鞋面支撑 我也是给到8分的分数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前掌的包裹 我觉得会稍微弱一点点 静态的时候 凳是凳不出什么形变的 也算是比较OK的 比较稳定的 实际打球的时候有一球 我一个后撤步就直接跳出了相机的画面之外了 当时我觉得是比较放映性的 所以整个鞋子打起来 做一些凳地 做一些支撑对抗等等 都是OK没问题的 整体还行的 包括它的材料以及它的包边上翻等等 我觉得都是到位 主要就是它的前掌 就是你缺了一点点鞋脚合一的感觉 我的鞋面支撑给到9分 看画面会觉得不稳 但穿的时候 我个人是觉得它鞋脚一举行还可以 它比较厉害的点就是拆解完 你会发现它橡胶上翻的这一圈是挺起来的 就说明它硬度或者说它厚度 其实很在线 所以整个鞋子侧边的支撑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并且在实战过程中 可能在变相的时候有一球蹬地 然后那个画面也很稳 还有一球 我有点像 我不知道怎么做出来 有点像柯比 有点像那种半转身 但后来转完身回去以后 发现我真的 我觉得我贼帅 然后转完身回去以后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打了 就人已经晃过去了 但我也转回去 我不知道怎么搞 但那球蹬地的时候 就一瞬间 我也能感觉到这根鞋 是能挺得住的 OK 接下来就说一下包裹性方面 那就可能比较精彩了 我给到9分的高分 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体包裹 我还是很满意的 但是就是满意的同时 你很想去吐槽它 它就差那么一口气 就能够做好了 你无论是后跟不会掉跟 中足锁定很OK 但是就是前掌 它会稍微长那么一点点 包裹给7分 之前试都是43 因为正常皮克会偏小一 但我穿进去之后 我发现后跟实在是有点空 不然我就试试42了 惊喜的是它不会让人感觉到磨脚 但是它的内长 或者说它卸掉一体性 会比43有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我本来想给6分 就是我觉得它的码数 已经到一个 我觉得算比较灾难性的问题了 就是维尼斯一代 这双鞋上面 所有东西都解决的特好 就是码数会有很大问题 耐用性方面 我给到8分 主要想吐槽的 就是它中底的溃缩 确实是挺明显的 就哪怕我是白色 这个版本 内侧中底的一些折痕 我都以为是原本设计的一些 设计语言元素了 反正就是满满的 这折症非常明显 而且其实在我之后一场 昨天去大学的外场打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到它中底过于无感了 跟一开始的无感 还有一点点差别 外底其实还好 那场打了几场 外场打了一场 没有什么明显的乞求 或者是掉纹路的现象 也别问我白鞋怎么清底 这个就是不要给人猜 我觉得你这里可以插一条那种 什么洗鞋广告 或者是护鞋用具的广告 不要问我白鞋怎么洗 没库存了吧 我耐久给7分 我中底跟你一样 就是窥缩很严重 对我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外底 就是匹克这双鞋的外底 真是让我有点失望 那之前那个大三角 我靠低带怎么穿都穿不烂 但这双鞋 我竟然把它快磨平了 当然我是完全在外场打的 首先就是前掌外侧这些地方 有很明显这种磨损的情况 另外一个在后跟这些地方也是一样 我觉得是跟它纹路的设计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它有点太尖尖角的感觉 重量方面单只我的是432克和439克 反正是430到440这个区间 两只脚有点点误差 就数据而言客观来说还算是OK 赵老我给9分 我这42版是410克 我觉得还可以 风险鞋 风险鞋 也是作弊 透气方面我不知道热成像怎么样 因为它纯白 所以我就想着比较好穿搭 然后我去健身去外出的时候 经常就会直接一套穿着了 然后也是配着比较厚实的篮球挖 居然没有很闷脚的情况 我透气给个7分 我觉得它表现没有那么的好 通过认识像 你也看到它整个鞋面看似是很透气 但实在它里面有非常多封条 有非常多地方被封住了 所以它透气的孔不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它整体透气一般般 最后设计方面 你先来 设计给8分 就设计诚意 还好 因为它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做的更夸张 或者说更用力一点 外观方面 其实我觉得还是做的挺有特点的 然后也是比较符合维尼斯那个位置的风格 我觉得甚至有点像可能科七的感觉 或者是某些科比正带的球鞋的那种风格 那你看法跟我差别还挺大的 我给到6分 对啊 就鞋子而言 我觉得不会有太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整体无论是鞋型还是各种细节 你包括前掌小三角的这么一个设计 都跟匹克自家的很多球鞋太过类似了 我举个很明显的例子 最近Jordan出的塔图姆一代 我就问你那双鞋子 你看上去是不是很有想尝试的欲望 看到它它中底结构 它还不是说Jordan最头牌的球形 威金斯在匹克来说应该已经是头牌了 对不对 它其实在第一代可以做出更加多大胆的尝试 至少我觉得鞋面可以发挥点想象力 性能是我是认可的 但是它不会成为我鞋柜里面很缺的那一款 这都是你说的 这都你说的 跟我没有关系 你给6分的 没问题 我觉得总分我还是给到挺高的86分 你买了它没什么问题的 你马上选对就好 这个鞋其实比较难说的点 因为它有两个版本 之前的版本 我觉得在国产球鞋里面虽然有很多置换中底 但是它一次性给你两个选择 就是直接把选择给你了 这个比较少见 然后我觉得也是 它们算是比较有魄力能敢做这种事情 就包括李宁 包括国桥等等 有常识这种做法的鞋子 我都觉得整个布局才是它们最关键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只有这款鞋子 可以换这两个中底 而其他日后出的鞋子 它的鞋楦等等都不匹配的话 意义就小了很多 比如说以后出了一款高帮鞋子 然后我可以换微经丝的中底 那说不定还挺有意思的 但我觉得如果按你说这种鞋垫可以更换的话 其实在脚感或者说整个中底性能的突破上面 不会给人太大惊喜 一定会有限制 像鞋楦一样 对吧 中底又一样 外底可能就是做一些纹路上的不同 不会有太大 但是你像匹克他自己不是有3D打印 还是4D打印的这么一个技术吗 如果之后我能够为每一个消费者 比如说我花个一双鞋子的价格 去定制一款属于消费者的专属鞋垫 以后他穿上匹克这一类型的鞋子的时候 他都换上自己最专属的鞋垫 去针对你自己的脚型打法等等 那倒是挺有意思的 最后一个事 你是觉得一体式版本更值得购买 还是可更换的值得购买 目前我觉得你只是想打个球的话 你直接买一体式就好 我是这么觉得 如果你想尝鲜的话 买更换式的也无妨 你想尝试一下也无妨 但图审式的话买这个没问题 我跟你想法一样 今天这期差不多这样 O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拜拜 开始了 然后大家好 然后这双鞋我也收到了一段时间了 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些感受 首先我比较喜欢一点的就是它的一个脚感 它那种脚感会有一点点偏软软的 但是弹性不是怎么样很够 我感觉它是一种偏缓震脚感比较多一点的这种感觉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脚感 就是在你的副周骨或者在你周骨的后面一点的这个位置 这里的支撑它做的是比较舒适的 包括它这个材料也比较软 这样的话它就不太会个到你 第三个我比较喜欢的点 它这个材质里面的这个材质我是比较喜欢的 就是像它这里它都会给做一些比较细腻的一些直绒的这样一个质感 然后接下去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一些点 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尺码 这个尺码是很迷的 我明明是耐克标准44码 我匹克我知道 但是它还是会出现这样一个尺码不准的一个情况 我就不太好选择了 这是我比较觉得比较迷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我不太喜欢的 这一点是我比较要严重说的 我严重不喜欢的 就是它的这个鞋带的一个穿上去的这样一个感觉 当你在穿上这只鞋的时候 其实这个感受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把脚套进去 然后你把这个鞋带孔从前面到后面一个一个挑紧 然后再把它再系紧的这样一个感觉 这个材质它可能系紧了之后它比较难掉 但是它在调的时候也很难调 我可以感觉到它设计的巧思 就是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下 就包括我们自己做鞋 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太希望鞋面上面出现缝合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鞋 你看它通体一周 你找不到它的缝合缝的 说明所有的缝合缝都被它藏在了支带的后面 它整只鞋子你看起来 它就会比较整体感会比较强 但是这么一整片的一片式的材料 它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它不能叫面料 就是这个塑料感太强 就是它的壳也太重 外腰我们要的是一种抗的这种蹬地 当你蹬地的时候 外面是要这种有强度 但是我们希望它内腰这里是比较软一点的 可以包住你的脚踝 然后它的贴合度是比较高的 我还是希望它能做到一个内外有别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总体来说 我觉得它还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设计师还是比较认真的 我希望在做的时候可以再放松一点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些热压 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然后还是要把尺码这件事情要做准 然后包括插入是中底的这种 能够把鞋头压得扁扁的 我觉得还不错 为什么到了普通版的时候 这个鞋头 包括这个热压又这么硬 然后这个鞋头又抛抛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 再去想的一件事情 然后改好一些细节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脚感的一个基础来说的话 我觉得维京四系列 在后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 我希望匹克能够加油 就这样 拜拜